她說我那個月經來遲了 然後我就想說 中獎了 不妙 對 然後她就說沒關係 我已經買了好幾個 品牌的驗運棒 那驗出結果我再告訴你 這個高山峰 你跟你的太太 當時是非常快速的結婚 那婚姻跟你想的一樣嗎 其實我跟宇文的婚姻 其實也有相同的地方 也有不相同的地方 相同的地方就是 我跟我太太也是就是 我們很快速地結了婚 而且我們是奉子成婚這樣子 就是如果用四個字來概括的話 那其實就是 我們熱戀期很短 那很像啊 對 然後有一次 我在四川工作的時候 我就接到她電話 她說我那個月經來遲了 然後我就想說 中獎了 不妙 對 然後她就說沒關係 我已經買了好幾個 品牌的驗運棒 那驗出結果我再告訴你 然後 沒有 通常這樣講她是驗完了 我不知道 她一定是驗完了 我不知道 那總之呢 我就跟她說 好 不管怎麼樣 等我回到台灣 我們就是兩個人聊一聊這樣子 然後說真的 我也不曉得要聊什麼 因為我不曉得她希望怎麼樣 那所以我們就坐在沙發上 然後一個很舒服的沙發 我們兩個就做得還蠻有一段距離的 有點像我跟宇文現在的距離 社交距離 我跟你的距離很遠 又是有沒有防疫吧 沒有 沒有 就是 因為是一件好像很嚴重的事情 所以抱在一起 好像就沒有辦法講這些事情 而且她結婚的時間也是中年了 就也不是二十幾歲你知道嗎 三十六歲的時候 對 然後呢 然後她就說 妳有什麼想法 然後我就 說真的我沒有想法 我完全不曉得該說什麼 我就反問她 我說那妳有什麼想法 她就說其實我希望 是這樣子的 妳可以當孩子的爸爸 但是妳不見得需要當我的老公 然後我聽了之後 我就就是 因為這有點稍微拐彎 所以我又想了一下 原來是這個意思 然後我就在想說 她竟然可以講出 這麼帥氣的話 她說孩子我可以自己養 然後就是 所以她想生就對了 對 她想要 可是她在有這個 懷孕的這個狀態之前 她跟我說 其實她還滿想要 享受人生 享受兩個人的生活 享受就是 沒有孩子這樣子的 負擔的一個狀態 所以她一懷孕之後 她的說詞立刻就 改變了 但我不是說她善變 或者什麼 而是她還滿樂於面對 就是挑戰 但她的說法妳沒有想過 意思是說她要小孩 妳就可以看看 因為她怕她不要 因為她的形象 她的個性 她那個時候這樣跟我說 那我就變成 我要去思考 然後就是有一天 剛好又遇到朋友 在聊說生孩子的問題 我就問有經驗的朋友 他們說這個 如果孩子沒有爸爸 那以後登記 是有一點困難的 它有點像是黑戶口 或是什麼的 然後我就覺得說 不想而已 好像不會 你真的沒有辦過離婚的 都不懂 真的 沒有記錄 身處領養就可不可以 這邊法律顧問有了 是 沒有 好像是有 總之那個時候 我就覺得說 如果我愛著這個女孩子 然後我覺得我應該是 應該去做一個正確的決定 對 那我就想 好 那我就 過了幾天 我就又把她約到家裡來 然後同樣一張沙巴 我就跟她說 那妳嫁給我 但是我第一次當爸爸 第一次要當人老公 所以我可能會有很多 那個就是會有一些 做不好的地方 做不好的 多多體諒這樣子 不錯啊 然後她就 好像是日本人 對 然後她就 她就說我也是 那所以我們就 然後兩個人鞠躬 真的是一個正確 好可愛 交換事務 請多多抱歉 雖然我在外的一些行為 大家感覺還蠻狂野的 或者是蠻奔放的 但是說真的 遇到這樣子的 生命的議題的時候 我會變回 蠻傳統跟謹慎的 因為這不是自己的問題 也會影響到另一半 那如果有孩子 也會影響 就是會牽連很廣 所以你們其實也是在很快 還沒有充分溝通的情況之下 就進入婚姻嗎 根本應該說是 還沒有完全認識 還不完全認識 就結婚了 那譬如說 我太太是這樣子的 她 我相信我現在講的一些 我身上的例子 如果發生在別人身上 可能會軒染大波 或者是兩個夫妻大吵一架 之類的 譬如說呢 我就沒有辦法忍受 我太太的洗衣服 跟掛衣服的方法 啊 這個有 怎樣的方法 我太太是 洗衣機 洗好衣服之後 她就一件一件 從洗衣機裡面 拿起衣服來掛 掛 不然應該怎麼樣 對啊 但是我是會 把外衣 然後 就是我會衣物分類 然後我會衣架分類 我連衣架掛的方向 我都會 要求相同 然後呢 大家會 什麼要這樣對齊 是不是開口要朝右邊的 一起對齊 有些人會這樣 我覺得 你要看心理智商 我就剝好了 不用 然後呢 我掛那個 私密衣物 或是襪子 那種 亮衣架 上面有很多 衣夾子的那一種 我會讓它 保持平衡 不能動歪心 就是我不會讓 那個亮衣架 因為 有一邊比較多 有一邊比較重 然後它歪斜 我還沒看過一個衣架是 完全平衡 都是會傾斜 沒有 我的衣架可以 完全平衡 你也是這樣 你也是這樣 我跟它很像 我會 那 我做家事很貴 我做事會這個樣子 整個下午再搞這個衣架 也不用搞這個衣架 我還聽過一個老公 他撥床單 一定要先撥打個腳 我只要兩邊的重量差不多 它就會保持平衡 因為我天平座 布銀河你會覺得怎麼樣 我會受不了 我會覺得說 那你就不要看就好 你為什麼要找到陽台呢 好 那你們知道 我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嗎 我解決這個 可能會對我帶來 不舒服的狀況 我就跟我太太說 衣服以後都窩洗 很漂亮 對 這樣也可以 這可以接受啦 你自己 因為我要嘛 我就去跟我太太 我去要求她 那 這不對 我相信我太太的做法 一定是 你神經病嗎 那與其這樣子 我還不如自己來做 自己做 自己就不會 有任何的問題 不舒服 很多事情上面我都會 用這樣子的態度去面對 譬如說我太太說 我們兩個需要獨處時間 那 她講出這樣子的話 實際上我們也做得到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家兩個孩子 從我剛剛節目中有講過 他們從六個月開始 他們就自己睡覺 他們除了自己睡覺之外 他們還每天晚上九點 就上床斷電 所以就是 我們如果要十二點到 晚上九點到五夜十二點之前 其實我們是有很多的時間 可以相處的 不管我們是要 彼此玩手機 或是看電視 或者是我們兩個要聊天 其實我們有大把的時間 那 歸咎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我們在 很前面的地方 就已經超前部署 幹嘛用這句話 很棒很棒 對 但是是因為說 譬如說我們 因為我看很多朋友的小孩 十二點睡覺 十一點睡覺 那 你說夫妻兩個人 身邊就是有孩子 那他們怎麼去爭取獨處 或是爭取他們 可以有一些私人空間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都在 在很前面的地方 你必須有所取捨跟安排 這樣子 所以也是有經歷過 就是我做了一些很瞎的事 然後也是有經歷過 我看不慣我太太的 一些行為 他也看不慣我的 但是我們彼此 其實也有找到 相處跟解決的方法 三分公司結婚 今年十週年了 對 你剛剛一直強調自由 你覺得結婚之後 最大的改變是沒有自由嗎 沒有自由 而且在我剛剛 一開始的時候說就是 很多方面的自由都 離我遠去了這樣子 哪一些是你很想要 但犧牲的自由 像人生自由 就是我還是活著 但是我的軀殼呢 就是被禁錮在 你的軀殼可以到處走 沒有 我的軀殼就被禁錮在住家 跟幼稚園跟電視台 這三個點中間 對 你老婆會限制 你跟朋友出去玩嗎 不會 完全不會 最重要的地方是這裡 就他完全不會管 我要去做什麼 我該怎麼樣 因為我以前單身的時候 是那一種 可能我們今天錄影 然後錄到晚上八點九點 我回到家 突然想說 哇 好想去墾丁海邊喔 我不會等到隔天去 我應該就是在半個小時之內 把簡單的行李 然後錢包什麼的手機帶好 我就開車下去 所以隔天早上 我已經在墾丁的海邊 在吹海中了 然後我可以住上一整個禮拜 我突然會說 我想要學個潛水 我就直接在內灣或小灣 我找一個潛水教練 我就一個禮拜 十天不回台北 我就在那裡 整天在海邊 然後深水池 然後幹嘛 十天之後我回到台北 變得一身黑 然後我有一張潛水執照這樣子 所以你說是這種 說走就走的自由 就是說走就走 然後 但是我現在失去的自由就是 我變成說 現在譬如說我們錄完影 錄完影我可能 現在是下午大概四點鐘 然後小朋友是小學 或又自圓放學的時間 我會主動打電話給我太太說 我現在四點就收工了 所以我可以趕去 去接孩子 今天我來接 就是我等於是 把我的時間通通給了家庭 所以我就沒有所謂的 自由的時間可以去運用 那像我覺得說 現在很自由 如果有一種事情 會讓我覺得說 有一個自由感的話 應該是待會收工 如果是八九點 然後我走出電視台之後 我看見街燈下 有一個陽春麵攤 我會坐下來 點一碗陽春麵 奢侈一點 再加個滷蛋跟海淡 然後我就在街邊吃麵 大家 老師不要這個時候 放這麼感傷的音樂 你一定要講得好像 好酸酸 放一點慶典的音樂 因為那個時候 我在吃這碗陽春麵的 那個半個小時的時間 這好自由 那個時候 是我最自由的時刻 你知道嗎 也有這種感覺 不會有小朋友吵鬧 然後也不用一回到家 突然明天要幹嘛 明天要拜拜 明天出二 什麼的 要記得買水果 幹嘛的 不用 我就那個半個小時之內 我可以放空 然後我愛怎麼樣吃 我的陽春麵都可以 然後我可以坐在那邊 我甚至還可以看到街邊 走來走去的人們 我覺得那個是我現在 在這個時間點 最覺得快樂的時間 不用去照顧別人 不用想到別人 但是吃了一個小時 就是想看看 家裡的寶貝怎麼樣 太久 今天如果你想要吃陽春麵 吃一個小時 那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譬如說 我一百個通告裡頭 我可能有兩次的通告 結束之後 我會跟我太太說 今天通告有點延遲 會晚一點回到家 所以你們不要等我 你們就該做什麼 先做什麼 不要指望我做了 我的言下之意是這樣 然後我太太會說 好 OK 她也不會多問我什麼 那等於是這樣子一來 我在一百個通告裡面 大概有兩個通告 我可以兩次通告的時間 我可以幹這件事情 那這樣子 我可以連吃三家陽春麵 那我就可以爭取到 真的像欣宜妳剛剛說的 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以外 額外的自由時間 有這麼辛苦 好像感覺它是個 家裡的事情 這個纏身 讓你沒有辦法分身 不是因為我們把家裡 所有的事情都 當作是最重要的事情 當作最重要的事情 我覺得她的順序改變了 以前你的人生中浪漫 或是什麼的 放在前面 現在她把兒子跟太太放前面 因為她自然而然 她的 因為以前我的順序 就是我自己 對 我自己 我自己 前五名都是我自己 所以我覺得現在是 甜蜜的負荷 真的 甘心交出了 某種的自由 甘之如意 好 除了自由 聽說你感受到是錢 財務也不自由 錢也不見了 財務也不自由了 怎麼會這樣 那當然一方面是我 目前賺得還不夠多 那所以會有所謂 財務不自由的狀況 但是你們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有了 我有兩個孩子 一個是老大十歲 兒子 然後女兒是六歲 今年要準備生小一了 這樣 然後他們有很多的 課外活動什麼的 才藝課什麼的 不管是父母要參與的 或是你要付錢的 其實都還滿多的 然後英文這件事情 就是除了在學校學的之外 他們還會就是學那個 外面的安親班 然後還有現在的線上教學 然後我家附近有一些外籍鄰居 然後外籍鄰居 看我兩個孩子很可愛 然後透過他們的台灣太太就說 如果你們想要跟那個 家教嗎 外國人聊天 如果我們你們 我們在公園有遇到 你們在六個有碰到那個外國人 你們平常都見到 他很樂意用英文 跟你們對談什麼的 好 我覺得我創造了一個 就是很棒的英語環境 就是內心這樣想 然後我兒子今年四年級的 因為這一次的疫情 然後我發現他的線上課程 其實有一些狀況 我覺得那也可以是 另外一個主題 所以我就決定說 我自己當英文老師 然後一天花十五分鐘的時間 跟我兒子一對一 我覺得這樣子更 認真 更可以有幫助 所以我就開始做這件事情 但第一天我就 就完全被我兒子打敗 你知道學到十歲 他如果我兒子大概 從三歲到四歲 就開始接觸英文這個東西了 所以大家應該都知道說 如果學了這麼久的英文 他所會的智慧 然後所能理解的東西 到什麼程度 對 應該不少了 結果我兒子 我第一天跟他十五分鐘 一對一教學的時候 我就說你把第一個字 拼出來給我聽 他就唸F-A-T-H-E-R 我就拿著麥克筆寫在上面 我說很簡單 好 來 這怎麼唸 我兒子跟我說 第一個字我會 好 唸 唸出來 大聲唸出來 FAT 什麼 什麼 OK 現在是怎麼樣 現在自然語發音是不是 好 沒關係 那下一個 不是特別有幽默感嗎 M-O-T-H-E-R 對 他給我唸 MUN 我說MUN 什麼 你知道 所以你到底這幾年在幹嘛 我真的不曉得 你確定他是去補習班嗎 我在想會不會是我單身的時候 把那些錢扔到墾丁的海邊 讓他沉到巴士海峽裡頭 都比現在好 你知道嗎 這樣滿會逼瘋老爸的 好 然後我就真的氣到 就是我整個十五分鐘 因為十五分鐘 是我覺得可以的 我覺得我可以忍受的那個 時間長度 十五分鐘你專心 我不要生氣 我們度過這十五分鐘 彼此有學習到 但我第一天就被我兒子這樣氣到 我就 那一天我就 你是白癡嗎 然後來這個英文看得進去嗎 不可以這樣講啊 不是 因為我真的太生氣了 你知道爸爸 媽媽 他從三歲學到十歲 他還不知道的這一件事情 有多令人心寒嗎 所以我這問他 後來有繼續上課嗎 有啊 還有 你還要繼續幫他上 有 繼續上課 我說這個白癡啊 然後我老婆 我以為他是故意不想跟你上課了 第一堂他玩氣 對啊 沒有 我老婆就聽見了 然後他就走過來 他說小孩子不要這樣罵 小孩子真的不要這樣罵 那你要是很生氣 來 我接手 等你氣消 我再... OK 好 我就好 沒關係 喝杯等你 我就先走拍 然後我就坐在客廳 我就按摩椅上 我就在聽我老婆 我老婆當然也是非常有耐心的 然後就開始教誨她 然後我就算了啦 可能今天真的太衝動了 第一天 第一刻 我就休息 眼睛閉起來 突然我聽到 那個白癡啊 誰罵的 我老婆是不是 就是我老婆 很好 好啦 我現在白臉 大家都會當啦 我就不要這樣罵小孩 真的是這麼一個情形 然後後來我跟我老婆 在這個十五分鐘之後 達成的唯一共識就是 以後可以罵她笨蛋 但不要罵她 太過癮了 而且這件事情 你們兩個要教小孩 我今天小孩教育你們兩個 沒有 而且這件事情 還經過我兒子同意 我兒子說 三方都 真的... 三方都同意 我兒子還說 對啊 我真的覺得你罵我白痴 很傷我自尊心 什麼自尊心 你給你們父母的學好 比較重要吧 太好笑了 不是 我兒子就是這樣講 我剛剛說財務失去自由 我真的把所有賺的錢交給我太太 那我太太沒有拿去亂花 我太太是把這些錢分配 去做她的教育 她的學費 她的什麼很多 但是我這幾年來 我已經少買了兩台重機了 然後我換車的頻率 已經降到史上新低了 以前我單身的時候 大概兩年就會換一部新車 我已經四年沒換車了 真的 我只是想買一台 就是國產修女車什麼的 我都捨不得